63岁 陈先生曾经罹患假装腺癌 对于接种疫苗他心里很担忧 担心说新闻看到都会有人死亡 就会怕说打得会不会跟他们一样会死掉 癌症患者比一般人容易发展成重症 接种疫苗更是重要 但开刀及化疗前的患者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在开刀的病人 那我们会建议在开刀前一个礼拜 至少那就先打疫苗 那如果都还没有接受化学治疗 正要接受化学治疗之前 我们会希望他在10到14天前 能够先接受疫苗的注射 如果是正在接受化疗的患者 医师建议可以在下一次化疗前一周 再接种疫苗 如果是在接受化学治疗当中的病患 那因为我们知道化学治疗 它骨髓会稍微被抑制 所以有可能发业酒会比较不够 那我们会建议是过了这个最低点之后 那你再来接受这个疫苗的施打 医师提醒过去曾发生血栓事件 或是目前在使用抗血管 新生药物患者 还是可以跟医师讨论后 接受疫苗施打达到保护效果 大海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 C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